中文字幕志愿者 还记得这支队伍吗 他们是2009年高雄试运的中华女子拔河队 那次的比赛 他们以全身的战机拿下金牌 在台湾掀起一阵热潮 这支女子拔河队已经成立了七年多 自从2005年在德国试运拿到冠军之后 到高雄试运为止 四年来 他们没有输过任何一场比赛 今天的东道主就是这支拔河常胜军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对上的灵魂人物吧 王佳琪22岁 台北体院四年级 练拔河至今已经超过十年 他想找的来宾是 谁提 两成你 不会啊 甘领依静21岁 台北体院三年级 有二分之一周族协同 练拔河的时间同样也有十年以上 他想邀请的来宾是 天员不错 华琪2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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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愿意花这么多年的时间 在拔河运动 在拔河队里 他们又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呢 我们先来认识这群青春洋溢的东道主吧 这支拔河队的成员大部分是台北体院的学生 他们早上一起上课 下午一起练习 晚上还住同间宿舍 几乎整个人都相处在一起 感情甚至比家人还亲密 衣静是对上最活泼外向的人 有原住民的乐圈性格 她大啦啦的个性和行为 队友们早就见怪不怪了 衣静最厉害了 她只要可以躺的地方 她都可以睡觉 偶尔有可能会放松一下的小拙而已 太精心了之后 她就脱到只剩内衣内裤而已 就 我是隔天看影片才知道 我怎么这样子 衣静的随性 其实也和她单亲家庭的背景有关 她经常笑说自己是个没有家的人 爸妈分居 我爸又在三重工作不方便 我妈她在台中生活 她要她不方便的地方 所以我从高中就都住宿舍了 衣静从小在台中长大 和妈妈相依为命 现在她虽然离开家到台北求学 但还是常常回台中陪妈妈 这天晚上 衣静就和妈妈一起去海边夜调 做什么 一静的成长过程里 少了爸爸的照顾 这让一静很早就有了要保护妈妈的想法 都没有看过爸爸 突然有一天 怎么出现在家里 然后又不消失 国小老师最会写的 这个我的爸爸 照顾是什么 那个作文 作文 我的爸爸 妈妈 这个我的爸爸要怎么写 你是谁啊 可是爸爸是做什么的 总是要知道要怎么写 叫他爸爸 一下还不出朋友 因为他爸爸以前没有打我 所以他只有男生 力气比较大 就这样 结果后来就一直这样 他的 叫他穿女孩子衣服他不要 早熟的衣静高中就离开家里 和爸和对一起住宿 对他来说 宿舍就变成了新的家 队友就是家人 几乎24小时都在一起的感觉 每天 这样每夜 很亲 佳琪和易静一样都是台中人 也同样在单亲家庭长大 从小 佳琪就和妈妈的感情很好 国小的时候 佳琪跟着同学加入拔河队 发现拔河很好玩 从此爱上了拔河 在队上 佳琪的个子比较矮 所以排在第七位 佳琪虽然娇小 但是她的拔河实力却相当惊人 佳琪她是拔河之神 很强 所以拔河动作 怎样怎样都很 劲完美 担任后卫的妞妞 要负责观察调整全队的动作 妞妞也说 对上动作最标准的就是佳琪 佳琪是比较标准的 就是从前面对到后面她 整个肩膀什么都是平衡 其实我没看过她 爆过就是手 你知道那个意思吗 就可能换手 硬掉 手硬掉 就换手 姿势变形 这都是属于爆掉的一种 一开始就想说 我不要第一个爆掉 到后来 就是渐渐的自己激励 又是自己慢慢鼓励自己 然后又像学起些 或是一些 动作比较好的 一起去学习 这个肚子好大喔 虽然把喝场上的佳琪很沉稳 但是私底下 她其实很天真单纯 生活作息 更是全队最规律的一个 她一样又绝对是 一上一生 我们现在下面 就继续炒五 可是她还是可以睡 佳琪的住宿生活 从高中就开始了 住校后 佳琪很难得才回台中一趟 你现在给我爱吃的拔辣 还有黑莫 佳琪有搶回来吗 之前她 没在乎的时候 都有去打工 那就 比较少了 爸爸都打到小肩 然后一边追导 佳琪很孝顺妈妈 不过为了喜欢的拔河 她也曾经和妈妈闹别扭 她就说好 她是说告证我 对吗 没关系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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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性很固执 我很想要我要的 可是我又不太会 就是说 抢出来的东西 我说我要帮她 你不要拘河之类 现在 佳琪的妈妈 不但支持她练拔河 一赛时更会亲自到场加油 妈妈其实为女儿感到很骄傲 她在乎她看她的屁股 在乎她 她在乎她 她在乎她 看她就有 印象深刻 拔河之前比赛的 对 她都是金牌 看来 佳琪德国的奖牌 多到数不完 翻出旧照片 我们才发现 原来坚持练拔河的人 不只有佳琪一个而已 然后这是国中时期 比赛的样子 这位是宜晋 然后这是当时的我 她说她拉第四只 已经在我前面 阿隆那时候是后卫 佳琪说的阿隆 也是现在北体拔河队的队员 早在十年前 他们就在同一支拔河队里 并肩作战了 北体没有提供场地 给拔河队做练习 所以拔河队还得向南港高宫 借体育馆 算起来 这群运动员的资源 其实相当匮乏 而拔河专用的鞋子 也必须珍惜地穿 大鞋 下面都是灰尘 灰尘 你弄到这个不就滑掉了 要给它擦干净 才会黏 三千多 两三个月就要晃一双 拔河不是亚奥运比赛项目 所以比起其他的热门运动 关注拔河队的人可说是少之又少 队员们也都说 早就看开 习惯了 以前出去比赛 冠军回来 就是 报纸这样 这么小 就叫做阿冠 直接冠军 就没了 终于在拔河队赢得高雄市运 金牌后 让他们一夕成名 媒体也大幅报导 不过在这股热潮延烧过后 新的考验 才正等着他们去面对 拔河队的队员 每个都是离乡背景的小孩 我觉得家里比较好 住外面什么都要靠自己 聊到想家的心情 让宿舍的气氛突然静了下来 学妹阿美更忍不住地哭了 你又哭了 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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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阿美 加油 看这群小女生超乎常人的坚强 下段马上回来 今天的主角是台北南港的女子拔河队 她们也正是2009年高雄市运的 金台队伍 世运过后 巴赫队要挑战新的一次国手选拔赛 这次比赛只有赢得冠军的队伍 才能当上国手 到瑞士参加世界锦标赛 比赛快到了啊 然后会自己去调整对绳子的新鲜感还有那个敏感度 比较不会让自己去皮 就比较像技术性方面 比较便宜 压力很大 因为比赛快到了 就是所策的时间也不多 对 然后变成就是在最后一支 所以那种压力是没办法升卸掉的 妞妞觉得压力很大是有原因的 因为世运过后 队上有五位元老级的学姐同时离队 现在的巴赫队已经不是当时的金牌阵容了 我们退休的学姐就变成传奇人物啊 你这样 因为很经典啊 没有人像他们这样 虽然学姐留下了辉煌的战机才离开 可以说是光荣退役 但教练陈振龙说 他们会选择离队其实相当无奈 因为靠拔河是活不下去的 应该是他们的工作的问题嘛 因为毕竟我们也一直期待说 我们这一次四年霸了以后 希望说国家能有个专职的 专任教练的资格给他们 可是也是没有啊 徐玉玲 二十七岁 离队的元老级队员之一 现在在彰化当国中体育代课老师 以前在队上时 她是学妹又爱又怕的学姐 接脚 接脚 一 二 三 二 学姐玉玲虽然已经不是拔河选手 但每天下课后 玉玲都会义务去指导 学校的小小拔河队 她希望可以把自己的专业 交给这群同样喜欢拔河的孩子 薛姐玉玲的家里 有个很引人注目的东西 就是爆满的鞋柜 玉玲除了工作外 平常最大的兴趣就是逛街买鞋子 你看一杠 然后两杠 然后三杠 然后还有这个夹角的 还有这个 然后我还有一双夹角的包鞋 包鞋好 另外放在博肯店修理 就可以拿 玉玲爱买的东西可不止鞋子 还有各式各样漂亮的衣服和洋装 这天玉玲换上新买的小礼服 大方修给我们看 对 青蛙很漂亮 对 导演 对不对 是有特色在的 不错 漂亮不漂亮 一句话就好 不要说你特色 你怎么会这样去换 漂亮 好 姿怡也是离队的学姐之一 现在也是玉玲的同事 在玉玲的逼迫下 平常只穿T恤和休闲鞋的姿怡 才勉强答应试穿高跟鞋 你自己快点 因为我来献出我的第一次 你的围关节真的不太好 不错 这样子很好看吗 你这样子 你谁帮你弄好起来 虽然玉玲晒得黑黑的 性格好爽 但是看过她私底下的行头 我们才发现 原来运动员也是很爱美的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打扮的 看 看 其实很像那个放家端菜 上菜 还请 周末的时候 玉玲通常就在家写研究所论文 已经四年级的她 前几年为了练拔河 一直没时间准备论文 今年总算可以毕业了 到时候那个实验的时候还是会请 当初的这些学弟妹 学妹 当初的队友回来帮忙做这个实验 玉玲找资料时 刚好翻出这几年来的比赛奖状级证书 从2005年之后就没有输过比赛的她们 得奖记录多到数不清 不过这些记录对她们却没有实质的帮助 我觉得还好吧 没有什么 就是可能 你就觉得你事业关系好厉害 实际上去找工作的话 因为现在大家都面临 刚好该毕业的大学毕业毕业 然后变成说就是刚好有工作方面的问题 困扰出来 所以才在这次的实验会之后 才稍微受到一些注重 其实玉玲现在的代课工作也不稳定 只要校方不续聘 她马上就会面临失业的危机 不止毕业的学姐担心光练拔河会饿死 还是学生的家琪也开始烦恼未来的出路 我现在就是在想说去卖房子 去做房地产 不好 我不好 妈妈就说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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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妈妈 不愿意还好 不要 因为我不会很喜欢读书 我现在就比较想要赶快出去工作赚钱 现在 烤楼要拍摄 继续过去 家琪虽然笑着和妈妈争辩 但也不经意流露出担心的表情 家琪舍不得妈妈一个人打零工 辛苦工作赚钱 即使家琪未来坚持继续练拔河 也很难无后顾之忧 现在队上少了学姐 多了新加入的学妹 为了比赛 这支新队伍每天都加紧脚步练习 还是你要到前面阿美到 阿美到我后面 对 坐看看 不行再换回来 依靖何佳琪也从小学妹 转变成带领新队员的学姐 练习过程中 经常可以看到她们在指导学妹的动作 因为现在可能交什么不一样阿 我觉得她们进步得很快阿 因为我们这几个都练很久 然后她们可以算是暑假嘛 暑假那时候过来才配没多久 可是其实从外观这样看起来阿 根本不像就是刚配了学妹 对阿 家琪这样看 家琪看得出哪一个是学妹吗 学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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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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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国手拔赛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要当上国手去瑞士参加市井赛 就要赢了这场比赛 换新阵容的拔河队 已经准备好要全力以赴了吗 拔河队的宿舍没有厨房 队员们个个都是外食族 这天晚上 他们要一起去宿舍附近的夜市饱餐一顿 对这群运动员来说 夜市既便宜又大碗 是填饱肚子的最佳选择 练习过后 大家的食欲都特别好 到了夜市 只见他们一摊接一摊不停地吃 逛夜市就是要边走边吃 即使在玩游戏 队员们还是抓紧空档 继续吃 运动员的体力消耗大 这群养子军的食量也大得惊人 吃饱饭后 还有一样必吃的甜点 创冰 他们选择这家冰店 也是因为看重它的大份量 它只要是分那个碗的大小来 分辨它 来看它的价钱 因为不会因为你的料的多少 所以可以尽管挑 你爱吃的料吧 你看牛牛 光夜市的过程中 大家的嘴巴几乎没停过 就连在争论谁最爱吃时 嘴里都还塞满食物 牛牛呢 他55克 你只要看到他之后 他的嘴巴都是 没有停过 几乎都在动 大总高中就是这样 高中里面酥包都是饼干的 对 饼干啊 水果啊 酥包喔 酥包里面不是都饼干吗 他出去不管哪里 对啊 宿舍 什么 拔河队的宿舍也是跟南港高公借的 一回到宿舍 大家就马上打开电脑 宿舍里没电视 所以他们最大的娱乐就是上网 因为看这个我会觉得很开心 我喜欢看卡通 练习过后肌肉放松的程序不能少 所以每天晚上 队员们都会在宿舍的软垫上 互相帮忙按摩 顺便聊聊天 拉完大雨都很酸 对啊 然后我们就会这样趴着 然后一个人上去踩 可以消除疲劳 比用手按止压还有效果 感觉这样 感觉很好啊 就比较不会那么酸吧 除了腰部酸痛 手上截厚茧也是他们的共同特色 一般人可能会惊讶于他们茧的厚度 但是队员们却觉得这很平常 连拿刀子削皮都没感觉 阿龙的手啊 阿龙的手 我手不太会长茧 茧会增加摩擦力啊 所以有一些茧 其实握神的话 手比较不会痛 而且会比较紧实 对 但是剪一步又不能太厚 罗剪出来就有成就感到 好棒啊 会 拔河队员几乎整天都相处在一起 遇到比赛集训时 更是一天24小时都没分开 这让他们培养出比亲姐妹还亲的感情 学姐会欺负你们啊 讲一下 不会啊 还蛮照顾的 去上课啊 然后没有办法去 因为没有交通工具 没有抹车 然后学姐就会 就去瞧啊 然后就可能就 今天就这个学姐带我去 然后回来就这个学姐带我去 这样子 依静何佳琪以前是被照顾的学妹 如今成为学姐 他们也自然地把照顾学妹 当作自己的责任 学妹你现在会想这样啊 对啊 常常 觉得家里比较好 住外面什么都要靠自己 你现在要哭了啊 阿美 阿美要哭了 好啦 谢谢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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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阿美的 谢谢阿美 阿美 你现在过来快点吧 跟她讲一句话吧 想家的心情 每个队员都有过 现在她们几乎已经度过脆弱的阶段 但学妹阿美 才刚离开高雄的家 想到家园 阿美突然难过起来 阿美 加油 你可以做 对 以前元老的学姐们还住宿的时候 宿舍比现在更热闹 学姐经常带头开party 拉学妹们一起玩闹 学姐搬离宿舍后 她们有了新的聚会地点 就是学姐玉琳在台中租的房子 这天下午 另外两位学姐姿怡和佑琳都来了 今晚她们要帮玉琳庆生 喂 佳琪打电话来 这天为了学姐玉琳的生日 佳琪和佑琳要特别从台北 赶来台中聚会 佳琪啊 我们现在 你在跟我讲电话 全国观众朋友都看得到 在哪里跟我讲电话 全国观众朋友都看得到 听到佳琪和佑琳快回来了 学姐们也开始准备煮晚餐 第一次下厨的学姐姿怡 特地挑选了一道安全的菜色 皮蛋豆腐 给我一个疑问 是酱油膏先少 还是肉松先下 肉松啊 酱油膏 是哦 这样拥一下 烈烈烈烈烈烈烈 不是烈烈烈烈 简单的煎葱蛋 竟然让几个女生在厨房里 慌了手脚 看来她们平常真的很少下厨 今天的主厨玉琳要做的是三杯鸡 一边切菜的同时 她们也一边讨论来宾人选 你总终于来嘛 来我们家吃饭啊 好吃的三杯鸡 她的冲饭 她的别人都 她们两个都不怎样 我都觉得很厉害 谁都可以哦 对啦 她可以写张慧好吗 她是我的偶像 你问那个 我都超爱唱她的歌 张慧妹的 回落地啊 谁都能变成我的腕 即使玉琳在运动场上得奖无数 但一聊到偶像明星 她又变成小粉丝 不顾手上还拿着菜刀 就开始边唱边扭 这时候 依靖和佳琪终于到了 赶时间的她们 还是贴心的帮学姐玉琳 买了蛋糕 每次她们回台中 几乎都会到玉琳家聚聚 太用力了 太用力了 你那个搞肯定 趁学姐玉琳专心烧三杯鸡食 等不起的大家 就纷纷开始偷吃了 从主菜到现在 早就过了两小时 不要偷吃 这个煮得很慢 学姐离队之后 大家就很难得聚在一起 现在她们虽然各分东西 但还是很怀念以前 几在同一间宿舍 一起生活的日子 我们说好以后 我们买房子 我们要买在隔壁 或者是让你上下楼 对啊 然后走出去 然后喊一下 有没有 陈佑琳今天你家开饭 我不煮了 然后就可以看你家吃 是有这样的愿望 希望能达成 祝生日快乐 祝生日快乐 帮队友庆生 也是拔河队的重要活动 在大家送的礼物当中 我们发现一件很抢眼的东西 爆文刀 的这个性感的那个 应该算是睡衣吧 对 可是我以前 原本大家还在起 哄耀学姐玉玲试穿 结果玉玲 反过来摆出学姐的架势 逼迫衣镜代替她穿 讲话真的啊 哈哈 你要套啊 学妹福齐咯 你套你套 欸你不要看衣镜超有料 我们有时候都一起洗澡 她真的超有料 学姐会凶吗 学姐喔 对啊 我们不凶 只是我们会叫她做 她们不太想做的事情 对啊 学姐喔 话字也简单 学姐说得对 就这样 学姐说的都对 套一句那个 投名状 大哥是对的 学姐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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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义镜和佳琪 自从高中离开家里之后 最照顾她们的人 就是学姐 在她们的心中 学姐就像是姐姐 有时还更像妈妈 毕竟她们这样 那时候刚进来的时候 都是 可以说是看着她们这样长大 所以变成说 我们在她们心目中的地位 好像就像神一样 你说是不是 真的 就是我第一次 佳哥学姐她们 对 第一次BR做备 我穿上白袍 白色的战袍 我是那种 要试这件衣服 那种心情 你知道吗 是很崇拜的心情 来穿这件战袍 天哪 虽然依静何佳琪 现在已经是对上的学姐 但在月灵她们面前 依静何佳琪 又回到小学妹的样子 对学姐既敬畏又崇拜 好美啊 终于到了国手选拔赛这一天 拿下试运冠军的北体拔河队 是场上的一大焦点 下去就是要跟她拼的啊 在这么大的压力下 她们能拿下国手拳吗 一比一比啊 真的 也有什么 强劲的对手让她们陷入危机 这一次她们照例所向无敌吗 真是的 好 难道 今天的主角是高雄试运的 金牌女子拔河队 但是试运之后 袁老吉的学姐都离队了 这天是拔河队新阵容 第一次出赛的日子 早上八点 全队就已经抵达比赛场地 桃园国立体育大学 北体拔河队已经四年没输过比赛 即使换了队员 大家还是信心满满 下去就是要跟他拼的 今天是全新阵容 如果真的这次拿到冠军 应该会很感动吧 对 学妹很努力 今天的冠军队伍就可以成为国手 去参加世界锦标赛 但要是输了 只能等下次比赛重新拦过了 北体拔河队要对上四最强劲的对手 前一晚依静还兴奋地睡不着 今天学姐们也来到现场加油 这是他们第一次没有和学妹一起站在拔河道上 而是在场边观战 一进一进加油 顶着试运冠军的光环 北体拔河队是场上的一大焦点 不但有好几家媒体在跟拍 每个对手更是把他们视为眼中钉 场边观众也都很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 恢复这样的压力 队员们谨慎地应付首场比赛 他们发挥出平时的水准 稳稳拿下第一场胜利 在第二场比赛 北体马上就遇到了一场硬仗 两队互相拉距 跌跌撞撞 激战了很久之后 北体终于惊血赢了这场比赛 二连胜过后 他们第三场比赛遇上了强敌 两队实力将近 战术也很像 所以僵持了很久 厂边学姐玉琳的心情是既复杂又紧张 而场上的队员们想到学姐正在看 更不想让学姐失望 一队一队 一队一队 一队 走上边 可能前面几场耗费掉太多的体力了 导致他们陷入胶着战 里面可能让他们体力也瞬间消失 自己会滑那个角度差太多 不要去想阿美 没关系 没关系 竟然输了 这是北体四年来的第一场败仗 比赛后阿美不甘心地哭了 佳琪虽然努力安抚学妹 但她其实心里很自责 觉得对不起学姐 回到休息区后 一静才一个人偷偷掉眼泪 学姐不在身边让一静很不安 预赛结束后 有四队的战绩一样 所以北体还有最后的机会可以争冠军 待会我们要对大理 如果我们赢了大理的话 我们下一场比赛就是争冠阳军 那如果输的话就是要争三四 预备 这意思就是说 没拿到冠军就不能成为国手 更别说去参加市井赛了 那今天他们胜算也很高 我觉得他们还是赢面很大 只是紧张 他们真的好像后面比较紧张 加油 北体这次真的输了 丧失了国手权 四年连霸的记录也终止了 赛前他们根本没想过自己会输 这次的失败 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重重的打击 还好 反正有我觉得有尽力就好了 无论输赢 你会尽力就好 那下面背拂是吧 我想要 可以开一下 好 不要哭你不要哭 伊晴你不要哭 你不要哭 不要哭 在那邊 我就餓了 好累喔 好累喔 今天早上好累喔 抓不到 感覺腰虛 一直抱 沒關係的 她腳還好嗎 還好啊 對依靜來說 雖然學姐們已不在一起上場比賽 但是學姐始終都是她 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比賽完啊 剛結束啊 輸啊 第三名 第四啊 第四 第四名 再後回台北的路上 依靜的媽媽打電話來關心比賽結果 隊員們雖然笑鬧的報告戰機 但還是難掩沮喪的心情 我想講 跌倒了 會很痛 真的很痛 可是我相信我們還會爬起來 終於到了要和來賓見面的日子 這天早上 隊員們都在學校上課 我們趁中午下課時間 來問問隊員們覺得 會是哪位嘉賓來吃飯呢 大家都有講過誰 盧廣仲 隋坦 這是佳琪的 佳琪也是 可是想要吃楊丞琳 不會啊 黑人不錯 如果黑人來 就可以秀一下肌肉 然後抱起妞妞這樣 我們就很開心 對啊 在大家瞎猜的同時 我們來回顧一下 拔河隊的來賓人選有 氣質出眾的人氣名模 隨唐 金曲最佳新人盧廣仲 亞洲天后張惠妹 活潑開朗的藝人馬基歐 幽默風趣的主持人黑人 可愛教主楊成林 亞洲天王羅志祥 台灣第一名模林志玲 這晚 學姐玉琳和姿姨 也會到宿舍一起吃晚餐 上次比賽輸掉後 教練就更嚴格規定請假標準 所以隊員們無法準備晚餐 只好列張菜單 交給學姐處理 燙魷魚 好啦 我先水雞 然後火鍋方面 就有供完料 斷腳 好多人 要不要去早餐 希望你們身體裡 沒有維護這兩年 學姐 你們車多多 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 剛好就好了 下午 玉琳和姿姨 一抵達宿舍 就馬上開始準備晚餐 宿舍沒有廚房 他們就把廁所充當料理桌 學妹們都去練習了 這一餐就靠學姐撐全場 料理一一上桌後 我們來看看今天晚餐的菜色有 鹹水雞 燙魷魚 脆皮雞排 以及便宜又料多實在的火鍋 用電鍋煮火鍋 這可是每個住宿的學生 最愛用的Petball 晚餐大功告成 佳琪卻突然打電話來說 她臨時有事趕回台中了 這個突發狀況讓玉琳有些抓狂 今天不是要拍誰來晚餐嗎 你不來怎麼辦 那製作單位我要怎麼講 傍晚六點 剛練習完拔河的隊員們 也正火速趕回宿舍 準備要迎接來賓 這幾個群人 覺得有人這麼漂亮 什麼什麼 我們也有魚 想來幫你們來 男生女生 男生女生 來 神秘嘉賓的腳步逐漸接近宿舍 究竟是誰讓這群女子拔河 何對如此瘋狂呢 正在行者一下 很多人 中國歌手 很難拍 很多人 你最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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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不会是 今天的东道主是2009年 夺得试运金牌的女子拔河队 来宾即将现身 队员也把握最后时间做预测 狂状的狂状 狂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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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小组原本设计 从球场抛进一颗篮球 要引诱队员去捡球 进而和来宾惊喜碰面 没想到却被依静一脚 把球踢开 于是来宾决定 直接突击现身 谁啊 那摄影师啊 好帅 好帅 你要去打球吗 你们在等我吗 对啊 来宾揭晓 今天晚餐的来宾就是黑人 黑人原本是篮球国手 后来因为受伤 转战演艺圈主持节目 并且也演出多部戏剧及电影 我很喜欢跟年轻朋友分享 我本来平常都在做 那现在有一个 谁来晚餐这样的好节目 邀请我 尤其又是运动员的话 那更是有空一定要来的 对 来了 惨了 压力很大 我好久没有 啊 吃完餐前 队员们邀请黑人 先来做个暖场活动 PK比万力 已经加油了 预备 开始 哇 水啊 超 超 好 你在一起 好 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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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 队员们面对黑人这位强敌 为了保住拔河队的尊严 他们只好头脚 好 预备了 真的要开始 开始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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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说什么 我走 这也被打了 我走 这也被打了 今晚的饭桌和椅子 其实是向兔儿所借来的客桌椅 这让高大的黑人和桌椅 形成强烈的对比 平常是都坐这个椅子 迷你版的 很可爱 小朋友坐的 可以啦 我就 我也没多重了 黑人入境随俗 和队员们围坐在迷你的桌椅边 黑人也送上见面礼 今天他准备的礼物 是他制作的纪录片 《态度BBB》 黑人希望这部片 能让队员们看了之后有所收获 那刚好他也是一个团队 某方面跟各位蛮像 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一直坚持的那种理想 只是后面很需要我们的那种态度去坚持 总算开饭了 肚子很饿的黑人也主动地夹菜和帮忙放火锅料 边煮边吃还要边聊天 让黑人一不小心恍神了 那我可以加一点 可以的 醬油包 油包 OK 可是那个好像还没开呢 难怪倒蛮久 我一直想跟你讲 队员们用火锅和道地小吃 招待黑人 黑人也轻松地和队员们打成一片 一边吃饭还一边搞笑 我点了这个鹹水鸡 鹹水鸡 对 超好吃的 我来 超好吃的 你又来一个了 你去买 准备 我叫你端子 谁叫你夹 不是 没有了 没有了 开玩笑 你看我在球队就很难逗 黑人看队员们的互动 感受到他们之间的好感情 黑人也很好奇 这群队员的家人 对于他们加入拔河队的态度 有 家人有反对吗 像我们从事你们 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家人 其实我家人是不会反对 我家人是会觉得说 他会尊重我的选择 我想做什么 他们就尊重我的选择 我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这样 反对的话 只是会问你说 那你继续练的话 你是以后到底知道干嘛 还是会问你以后比较多 因为就是比较现实 那问到这问题 你怎么回答 我们都在说 家人的支持是运动员的一大动力 黑人也说 在她的成长过程里 幸好有奶奶的支持与照顾 我是读文化大学的 文化大学要上山 都做260嘛 那我没有交通工具 我奶奶就 她自己省吃检用 就买了一台 三光网摩托车给我 你以后自己小心电器 我就哭得更惨了 你知道 我就觉得我自己很没用啊 没有办法赶快 运动员的工作没保障 是把核队员最担心的问题 黑人很关心他们在 试运过后的发展 你现在不拔啊 在做什么 现在在中号县明如 我终于当终点代策老师 还有我们台湾体院 就是专场课的老师 尖课教师 所以不算是真正正直 不算 都是尖的 那尖它就是一堂一堂课这样 对对对 一堂多少钱就给多少钱 没有上就没有钱 可是并不是每个选手都有这样的 这样算好 很好的对不对 很不错的 对啊 因为你的机会说实在 又是自己专场 然后又可以继续 像传承 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比如像你们这样是 学校会补助费用吗 学费也不会 真的假的 真的 学杂费没有减免吗 我们这个比较难 因为我们 学校它是定要 有奥运相互的那种 哦 因为你们学校都是国手 对啊 所以 我们又 比较不一样 很难去达到那个标准吧 像智运这样拿到 学长费就全面 可以提到国座 有免学长费 可是他叫我们先缴 然后事后再给我 太过了 这真小 这真小 运动员都不会记载 先讲 好 好后来学期末的时候 毕业以后突然间 学校要欠我学费啊 运动员有时候会忘记 你知道 拔河队在试运的表现 让每个观众都觉得惊艳 当黑人听到拔河队的 辉煌战机时 他的反应相当惊讶 黑人听说拔河队前阵子 输了国首选拔赛 这么大的成绩落差 让黑人想知道队员们的感受 突然间输 那没办法接受 对啊 那后来你们有很沮丧吗 因为大家都是你那种 你们很厉害 很强世界冠军那种 来看待你们 怎么输了这样 输了可能别人会觉得很高兴吧 就是终于打败你们了这样 只是我们有一点心理准备 因为我们学姐都没有下来嘛 我们等于是新的一批队伍 这样跟人家去比赛 你们自己拔拔书 会不会第一时间就看学姐这样 会啊 我一直在看 会讲 我一直在找学姐 在拉路上说 学姐你在哪里 会比较那个爱 有他们在比较安心 真的吗 等于他 学姐在你们心目中 是一种精神的一个稳定的感觉 曾经是运动员的黑人 也了解团队运动里 向来很重视辈分的关系 所以他一下子就问重义静的想法 义静的坦白 也让其他队友说出自己的心声 很感谢学姐们 我觉得今天应该都是他们一手 然后我们把他拔起来 就跟他一样 没有他们也不会有今天的我们 对啊 然后还是很不习惯他们不在宿舍 跟我们一起玩乐 还有在练习场上一直知道我们 然后教导我们 然后带领我们走正确的方向 可能我们离开 可能会加速他们成长 对 那我觉得他们已经 其实他们已经可以自己走出来 就是走出自己的偏偏 只是说 可能以前都是在我们的包裹之下 这种团队的氛围 将会是最宝贵的 然后最珍贵的回忆 即便未来大家各行各业都会去闯 那这段回忆绝对是你们这一生中最精彩 而且是最珍贵的 这个呢 就是要送的第二套礼物 最后黑人拿出第二份见面礼 纯蜜和护手霜 希望这群女孩都能好好宝贝自己 不过送礼之外 却让黑人意外问到妞妞的小八卦 这送给各位 有吗 平常男朋友很多 没有 几个 几个 几个了 没有了 没有了 暧昧 干嘛捏啊 捏什么 有吗 有对象了 没有 那我就不帮你介绍了 没有 没有 walker 诶 他代表 Timber 对你代表接受 好吧 拾蛤 几个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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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吃饴饭后 黑人突发奇想 自创新的招数 作于他们以后每次见面时 展现默契的打招呼方式 好 以后我们见面 就这种 好 如果 那就起举 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觉得拔河队还要忘了 准备搭合照时 队员们开始起哄 要黑人给妞妞一个公主抱 今天的晚餐就在大家的笑闹声中热闹结束 黑人和拔河队员们一样 都经历过运动员一定会有的起起伏伏 这也让他们的晚餐话题很有共鸣 虽然梦想的路阻碍很多 但还是希望他们的未来 也能一直保持这样乐观的性格 去迎接每一个新的挑战 从他们的晚餐过程当中 尤其是对家人 尤其是对社会和未来 都充满着一些期望 但是又有一些不安定的感觉 我相信如果刚好有看到这一集的一些 有关单位或者是有能力的一些高层 你们是不是应该想一下 如何帮三级的运动 甚至是国家级的选手的未来 多做一些规划或投入 也期许他们有更好的成绩 黑人一样跟我们是一样的运动员 所以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他的之前练体育的一些 心路历程啊 还有他一些过去的一些种种 那我们觉得说运动员跟运动员之间 这个比较磨合 然后也可以有比较多的话题可以聊 好久没有这种感觉 然后学姐在一起吃饭的那种和乐融合的感觉 很像一个大家庭 很开心 就是看到黑人很开心啊 尤其是他来这里的时候 跟我们聊天的时候 他讲话非常的松肯 因为我觉得他很真啊 他因为他自己也是运动员 所以给我们感觉很亲切 几天后 拔河队友恢复了往常的训练 尽管队员们在短时间内经历了这么多变化 不过相信他们会像佳琪说的 跌岛忽然很痛 但是他们一定会再爬起来的 来吧 来吧 4 7 8 7 8 7 8 8 9 8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